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两岸的议题虽然赖总统 在时代杂志的访问来说 他没有要挑衅 想要恢复正常的关系 甚至还可以帮助中国大陆等等 这样的言论算是善意吗 有可能降温吗 先看看两岸实际的军事演习行动 解放军继续说是在国军严密监控下 国防部表示 中共有16机简台海活动 最近距离一直在靠近 那么最近的距离就在 俄兰比误失海里的地方 为大家感受到除了 上一次环岛的军演之外 这一次直接往南部 这么近的俄兰比附近走 是不是就是封锁的概念呢 这个独家消息又说 这个5月31号发生了一艘 荷兰皇家海军 由南往北通过台湾海峡 这个路线的时候 就曾经接近台湾海峡 中线以东 这个时候谁出现了 不是我们台湾的 任何的军方的人员 是中国解放军派出了一架 洞54A的南通号 飞弹护卫舰到现场去 护卫 护卫舰 去监管 把这个海峡 台湾海峡以东的区域 已经视为内海 在管理的概念的时候 这群人士分析说 包括渔船 登船检查 这些执法范围 都可能都在落实 把这个海域内海化的状况 所以不止还荷兰的船舰 未来其他的国际船舰 也有这个情况吗 那如果整个收拢下来 像这个演习的范围 要封锁台湾的 临近的海域的时候 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解放军对台湾 叫做温水煮青蛙 这个分析是来自于上报 他说解放军5月 进行这个两天的联合利剑 专家都认为 看起来好像是温和吗 没有实战演习吗 其实正在采取 温水煮青蛙战略 推动军事存在的常态化 然后中国大陆 如果不是直接入侵台湾 只是采取没有大规模的 暴力的封锁 让其他的不管能源 商船物资 都没办法进来的话 美国就难以做出军事回应 迟远台湾 有可能吗 各种的外媒分析报道说 在大陆攻台有新招 Bloombo的报道 他认为大陆对台湾的战略策略 已经改变了 不一定是武功 不需要做这么强烈的付出 可能有代价 原本的认知武力犯台 转变为最简单 最好不耗成本的 就是新战略 截断台湾海上运输 主要描准的是 台湾的高雄港 刚好两篇报道是有呼应的 所谓的不用付出高代价 就可以达到目的的守法 实质 控制台湾 有没有可能发生 美国的态度又是什么 纽约时代报道 中国大陆崛起是个很大的威胁 美国已经跟过去不一样 美国队长随时像超人一样 你一喊他就出现在现场 维护正义 现在没有了 现在叫做从保姆变 队友了 队友只是 我需要的时候 我来得及 我有时间我就去帮忙 也就是说 不再是自信满满的安全担保国 而是军事现代化 跟科技发展的一个热切 热切 加油 加油 打 这种热切的队友 不知道 是不是 当然也有分析认为 跟战争材 战争武器要卖 有没有关系 当然还有他国内的选情要顾 这些分析综合起来 来看看 中美在各自战队 各种的联盟关系里的影响 又是什么 美军联合军演 有一个大动作 在印太地区的回应 这个是勇敢之盾2024 所以立刻解放军南部战区 也回应他 包括了组织三艘的 动555 跟一艘的052C的 导弹驱逐舰编队 然后常态化的 做实战化训练 监控美国的航母 在南海的联合军演 所以互相都有各种的对峙 中美在军演上 互相看望着对方 但是在南美 中国大陆 现在兴建了一个 巨型的港口的时候 美国反而被说是 被疾发粮 因为秘鲁前凯 建立这个超级港口的不安 来自于加速南美洲 跟亚洲之间的贸易 整个畅通了起来 而北京更可能在华府 来被视为后院的地盘 擦旗之后 资源丰富的南美洲影响力 当然顾也顾不了 这个港对中国很重要 预计习近平年底 会在他疫情后 首次访问南美大陆的时候 亲自帮这个港口 落成来揭幕 华尔街日报甚至分析 他认为 美国担心的状况是 中国一旦掌控了南美洲 第一个具有全球 商业枢纽地的港口的话 会让北京有什么影响 进一步取得区域资源 加深对美国几个 最亲密邻国的影响 当然除了交通贸易 还有在附近的军事据点 更是关键 如果中国大陆的军事据点 也拓展到美国的后门 当然情况也就不一样了 所以从台湾海峡 最近的军演封锁的模式 是不是产生了战略上的改变 外媒的分析 亮哥同意吗 我礼拜四的直播 就做这个题目 事实上是CSIS 美国智库的一个报告 他也不是说是取代武统 这样讲太离谱了 多一个选项吗 也不是 是说他再往武统的路上走 他会有几个步骤 比如说这次的联合立件 那个联合立件2024A 基本上是逼近然后围困 他没有用死弹 对 没有 接下来逼可能是什么类型 也许不要用死弹 那就是锁 所以CSIS做了一个兵推 台湾也有人参加 国民党就是黄介正老师 我记得民进党应该是 林飞帆跟赵怡翔 因为李温帆刚好待在CSIS 所以我觉得美国就是认为说 接下来中国大陆很可能会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最近6月15之后 要开始全面落实海警法 就海上执法 海上执法 它当然是针对东海跟南海 你认为台海会漏掉吗 南海当然就是针对菲律宾 因为菲律宾不断在那边跟他纠纠缠 所以他可能就想说我干脆就执法 我就扣人扣船 然后人就送行事 那船呢就你来数嘛 因为日本就是这样做 他最近也有26艘海警船 从第一岛链一路扩展到南太平洋 都已经经过巡演 最近就是我们讲海警编队 就在台湾的东海岸 比较往北那一带在做操演 他在国际上 事实上也不断的在做国际的法律战 所以他那边报告主要是在说 他有可能借由局部封锁 或全面封锁 可是他不是用封锁这个字 他用隔离 就quarantine 就是我们讲疫情隔离那个字 他的意思是说 他主要是要凸显法律的意义 就说比如说假设是高雄港 他就要求 要进入高雄港的所有船只 包括国际的船运公司等等 说他要登船零检 看你要不要遵守 他做的报告是这样说 只要有75%以上的国际公司 都遵守他的要求 那这样就算打正 他就是在跟全世界宣称 这个地方是他的一部分 所有权 对 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台湾海域他有权零检 他主要是要凸显这个 国际法律上的意义 所以你不断的看他最近 那个波子坦宣言又拿出来 然后各国在签这个联合新的双编声明 都会要求对方要讲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还有2758的决议 美国不是跟中国杠起来吗 都跟这个有关 所以CSIS那个评估 我觉得是根据两岸国际的一些情势 做的一个判断 就他可能会步步进逼 那现在就是我们广义讲的 就是说海警 金门海域不是 近限制水域被没收吗 那他未来就要进一步 说高雄港 澎湖 这些也没收 那我随时可以根据我的海警法 来做登船零件 不断扩大 对 然后结合的是海警船 跟海上民兵做内圈 然后外围是军舰 那甚至还有空军 这个是CSIS的报告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 不要把它理解为是 我们又来下台湾了 不是的 所以因为他这个报告 真实性很高 所以彭博就转载 那昨天自由时报也转载 是 那事实上我是觉得 我们的立法委员 应该要问国防部跟海巡署 那你该怎么应应 你的应应对策是什么 因为这个真的有可能发生 你不要低估 因为在争议海域意思就是 中国大陆就不让了 以后在南海 东海 所以日本很紧张 日本就想说 你如果钓鱼岛来跟我PK 我的海警船还搞不过你 因为中国的海警船 6000队以上有70艘 你怎么弄 那你怎么弄 我们台湾的海警船 3000队以上只有6艘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很实际的问题 那他为什么要用海警船 因为不至于引起军事对抗 所以就有 这个广义叫灰色地带作战 是让顾力雄都承认 就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像亮哥所说的 这样的战略的调整的做法 其实这听起来已经是 正在扩大 正在实施当中的步骤 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军方与您将军的专业 认为有可能怎么因应 能怎么因应之外 像淡水 这个一艘船就这样奔进来 也是可能其中的一环吗 我觉得说 如果说是解放军 现在这种手段 就是灰色地带作战 灰色地带作战 当然它的定义就是 在正式军事冲突之前 所发生的一些 准军事行动的一些 对抗的这种前奏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不要去想说海警 海军舰艇 无人机 或者空军队飞机 我光我们从淡水 这次事件来讲的话 我自己深自的去了解以后 我发现说我们的海巡够吗 对不对 你不要老实在那边看那些军舰 我们从马英九时代 到蔡英文时代 我们海巡的这种经费 剝落多少 按照报纸上面 剝的数据 这个马英九时代 总共花了240亿的台币 去造舰 蔡英九花了多少 已经超过800亿造了军舰 就造了军舰以后 花这么多钱 就人家一条小艇 就这样子大啦啦的 从淡水河开进来 那为什么人家 可以从那边开进来 为什么花钱造舰 我特别要说 第一个 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 已经是第三次发生了 只是前两次 媒体都没有注意 第一次是在2021年的时候 5月有一个台中 他进入的是台中港 他在淘宝网买了一个 军用的橡皮艇 就从台中上来了 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是两个大陆的男子 他在菲律宾打工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想回家 没办法回家 他又一想天开 骑个水上摩托车 想要从菲律宾骑回大陆去 结果没想到飘到台中 也上来了 那我们海群也是毫无所知 这样也行 那这次来讲 因为是进入淡水河河河 而且很丢脸的是 因为民众去报案 所以才发现说 这个人进来 那海群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我这边特别说明一下 第一个大家知不知道 我跟大家讲 大家可能觉得没办法相信 现在把责任全部 怪到那几个雷达操作手 其实你知不知道 那个雷达上面的荧幕 其实杂讯是很多的 你必须要专业的人 才看得懂那个雷达那个荧幕 这个培养要多少时间 我跟你讲 他们平均估计要五年 才看得懂上面的信号代表什么 但是现在的海群署雷达操作 它的离职率有到10%这么高 也就是你人留不住 那为什么人留不住 因为你没有给他加几 国军里面的海空的雷达手 都有加几 因为他是专业 那为什么海军署没有 所以说我这替这些弟兄 打猫不平 当然去年有补发了 但一直到去年才给人家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按理说我们现在 我们国家 不管是在科技方面来讲 自己觉得自己是科技大伯 但你知道一件事情吗 海军署居然在李宗威时代 把他已经废弃了海防钢造 全新又恢复了 现在重新是派人力 去拿望远镜去看海边 为什么 因为我们海军署 买的科技装备都没有用 譬如说我们可以用无人机 来监视海岸 但是我们买了无人机 买了20架 没办法抗风 你想想看 这东西有多离谱 所以李宗威时代 就把那些已经废弃的钢绍 又开始叫卫兵去战卫兵 拿望远镜去看 上次渔船发生意外的时候 没有监视器 类似这种状况 没有任何仪器 另外你每天花那么多钱 造那个船 是不是只是让 配合让总统去捡踩 然后欺骗国人 你看我们造了那么大的船 你造了那么大的船 有什么用呢 你上面跟直升机就停不了 我们都知道 如果说海巡艇 可以停直升机来讲的话 可能对海防的监控 比较有效果 但是从这些等等 我就觉得说我们自己国家里面 真的是要深切尖掌 这些国防立法委员 要确实是了解一下 到底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也就是光说要因应怎么做 是光发现都无法发现的状态的时候 那只有很多制度面上面 那只能永远这样基层背锅 永远问题还会重复发生 如果教授您看整个 这次的可能兵推的方向 跟美方跟中方现在的 整个对峙的情况 可能的发展对台湾来讲 真的是越来越不利 的确 现在主要就是说 美国跟中国大陆 现在在西太平洋 可以说是势均力敌 中国大陆的军力快速的崛起 跟美国是不相上下 美国当然是有比较多的实战的经验 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 但是毕竟 它是只能够拨一部分的兵力来这里 它有距离上的先天的限制 而中国大陆就在它家门口 而且它的兵力全部都在这一条线上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美国想要按照原来这种 极端优势的方法去处理 跟西太平洋国家之间的关系 可能会越来越困难 当然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中南美洲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在中南美洲的势力扩展得很快 当然它就像它在东南亚一样 它的前端还是通过贸易跟投资 中国大陆现在是很多 中南美洲国家的主要的投资国 这里头有 在这个地区有21个国家 参加了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当然电视墙上有讲到 就是前凯这个新的港口 这个港口大家如果去看地图 它刚好就在秘鲁的中间 所以它的位置其实是非常好 当然秘鲁也是一个资源大国 而且其实就在秘鲁哥伦比亚 这一块地区可以说是 所谓这个铃矿的这个三角地带 就是整体来说在中南美 在南美洲有很多的这个铃矿生产过 而铃矿是未来电动车 是现在电动车里头 它主要的电池的一个主要的原料 所以说这里头当然会牵涉到 未来到底谁可以掌握 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发展 现在其实美国所面临到的 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现在有所谓的美国法案 就像欧洲有所谓的全球门户的这个倡议 他们都希望要加速来投资这个地方 但是缓不济及 其实他们而且比较美国的投资 它主要是在什么 在纺织业跟这个医疗设备 那这些设备当然是美国认为说 这个地方的相对的比较优势 可是它没有掌握到 它的速度不够快去掌握这个地方 对未来最具战略意义的这个锂矿 或者这个天然资源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 中国大陆在这里其实它布局很久 而且它不只是说官方的援助 而且它这个民营 这个企业的投资非常多 那整个整体来讲 现在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地区的投资 像它在很多国家的投资 现在的着重就是在所谓的金融工程 然后在新能源 那像这些地方呢 其实就带动了它对这个地方 在这些产业上的连结 也带动了中国大陆在这些产业的出口 所以不管是新能源也好 甚至是这个电动车也好 中国大陆快速地占据这个地方的市场 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说 它有一个潜在的顾虑 而这种潜在的顾虑 已经变成一个实质的忧虑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像说这个前凯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就随着它的经济连结增加 它也在这边建立港口 这些港口都是在所谓的 关键的节点上 所以不单是它对中国大陆的出口 是有帮助 而且它怎么样呢 就在未来美国的船舰航行的时候 可能也会面临到它的挑战 因为这种港口 它通常是军民两用的 最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一个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电信 电信上如果是中国大陆这个投资 援助或者是直接的这种掌握 当然对于这个地区 对外连结也好 或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这种互动来讲 会带来影响 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它会使用 它的很多的这种 所谓的基础设施也好 它的这种港口也好 或它的道路也好 可能也会使用 所谓的北斗系统 这个当然都会对美国 带来很深刻的挑战 但是我们要知道 它的一个基础就是它的经济连结 这个可能不是美国在短期间可以去改变 美国的挑战还不止于 时代我们来讨论的是中东 当沙热地阿拉伯宣布不续约 石油不用美元采购的情况之下 这才是美元时代最大的挑战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